这个小孩死后变鬼 竟盯着鬼差看个不停 一只老鬼路过 把小鬼抱到一边 赶忙假装人类呼吸 鬼差走近 仔细闻了起来 以为他们还是人类 便扫兴地转身离开 老鬼警告小鬼 看见鬼差就得躲着 否则会被抓去阴检 而这个小鬼之所以不懂规矩 是因为他刚刚变鬼 他叫小宝 是当地首富的儿子 前不久遭一绑架 对方狮子大开口 要价五千万 但爸妈舅子心切 还是乖乖付了钱 可就在交出小宝时 他的遮掩布竟然掉了 发现绑匪竟然是自己的舅舅 黄二狗 二狗见事情败露 把亲情抛在了脑后 直接把小宝塞进箱子里 将其活活憋死 之所以如此紧张 是因为绑架场所 就在小宝家的地下室里 二狗怕事情败露 不敢花钱 便把赎金放进了加菲猫里 自己偷偷溜了出去 小宝死后怨气不散 魂魄竟然留在了家里 可他还以为自己活着 不曾想被爸爸直接撞到一旁 委屈的小宝去找妈妈 可妈妈看都不看他一眼 为了缓解悲痛 小宝的爸妈决定离开一段时间 这可把舅舅二狗开心坏了 这下他可以去地下室取钱了 于是二狗花重金 请来两个专业小偷 胖虎和阿伟 这两人专业技术过硬 有一次走在愣哥对面 直接把我裤衩偷走了 可这次面对的可是鬼啊 阿伟把门推开 门又自己关上 再推又被关上 阿伟心知不对 让你屋就严 肥猫听后掏出驱鬼法器 轻轻一照便把小宝打飞出去 两人很快到了地下室 找到了家飞猫 但小宝紧紧抓住 就是不让他们拿走 稍微一使劲 竟然把小宝甩飞出去 他赶忙丢出木板 拦住小偷 肥猫则掏出法器 再次把小宝打飞 可后退时 不小心撞到柱子 房顶突然坍塌 小宝赶忙过去救人 掉落的石灰 让他们同时砸了喷嚏 小宝就这样被看见 快地走了 快地走了 烫虎阿伟赶忙撤退 小宝就这样被压在了下面 可人家其实根本就没事 这个冤鬼为了救人 被活活压成肉饼 他在随后被人扶起 身体快速充气 恢复正常 小宝告诉胖伙阿伟 自己是被舅舅二狗害死的 他绑架了自己 被发现后 竟然选择了私票 阿伟他们非常震惊 这世上还有如此 猪狗不如之人 他必须为自己讨为公道 否则后果严重 赌手 这冤气不散 我就没办法投胎人了 两人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把小宝偷偷带了出去 可刚出门就遇见了二狗 二狗激动的去拿家飞猫 不曾想也打了个喷嚏 看见了小宝的鬼魂 二宝想要逃跑 小宝附身到家飞猫上 把二狗摔倒在地 随后要把他活活闷死 此时警察赶来 帽子的徽章克制小宝 他被直接甩飞出去 小宝随后到了警局 想告诉警察真相 可门口的徽章 让他害怕 根本就无法靠近 于是他被胖虎他们 接回了家 两人把这只小鬼当成弟弟 带他去商场买衣服 去街边吃东西 甚至还去学校看妹子 小宝为了报答他们 附身在胖虎身上 表演了一出英雄救美 直接让胖虎 俘获了芳心 可这天 几人撞见一位大师 他看到胖虎阿伟后 一脸慌张 难怪胖虎二人越来越虚弱 小宝却越来越强大 连太阳光都不怕了 可接下来这一幕 让他们彻底害怕了 这两个人被鬼吸了阳气 他们去照镜子 发现身子没有了 拿刀往手上扎 竟然直接穿了过去 他们害怕了 看来和鬼待得久了 真的会被吸干阳气 小宝看出胖虎他们的担心 便收拾了东西 离开了家 可害死他的二狗 就在附近 他找来一个大师 用法器把小宝击倒 小宝痛得在地上 来回翻滚 胖虎他们赶来救人 可还是晚了一步 被大师收进法器里 小宝被关进阴阳界里 只要12个小时 就会彻底灰飞烟灭 胖虎他们赶去救人 却中了二狗的埋伏 好在事情有了转机 大师通过仪器 成功读取了小宝的记忆 得知他竟然是被二狗害死的 大师随即站在胖虎这边 二狗到此也不再隐瞒 他抢过遥控器 准备让小宝魂飞魄散 可镜子一个反射 竟然把手下给打没了 自己也一步小心 掉进了阴阳界里 那边的小宝被成功救出 他已经时间不多 必须尽快转世投胎 巧合的是 刚到医院就碰到一个孕妇 几人把小宝的魂魄放出来 助他转世投胎去了 大师在此时赶来 说想让小宝的舅舅二狗 也找个人家投胎 可仪器被阿伟抢走争掉 恰好坐到一只狗的身边 二狗就这样 附身到黑狗身上 成了一只真的狗 这个结局我真的喜欢 尤其是小宝的舅舅 变成了狗 我只想说一个字 真好 另外 电影中说 打喷嚏就能见鬼 那么你还知道 其他见鬼的方法吗 看看能说出几种 请不吝点赞肉 突然发现在